其实没有什么文案内容 所以的话我不觉得说 他就是说在这里面发一篇文章的话 就是阅读量他讲十万二十万的话 跟他自己的能力有那么强的关系 是的 是的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公众号 几乎每一篇的头条文章都是十万家 我觉得我一直想问 这个运营在不同的行业里 他到底是要做什么 所以这点是我可能还有一点疑惑的 也可能是我自己之前不清楚 所以我要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现在看来其实你的第一意向是运营 但运营方面我们没有看出相关能力 那只能看文案和主持 这也是你应聘的意向岗位吧 对 对吧 对 对 一个声音这么好听 然后又具有播音员主持人功底的 要来应聘的工作 我看求职意向是地图采集师 意向企业是百度 是不是冲着那百万年新来的 我觉得这个方向我是有一些质疑的 偏航有点大 那个贺总您说那个百万年新 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时就是看到了 然后我就简单看了一下 他的那个需求 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然后就投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就自己扪心自问 你到底最喜欢最想干人 最想干的就是跟人打交道 然后能利用上我写东西 和播音主持的这种 那只有做自媒体了 对吧又能主持 市场销售 市场销售呢 媒介经理 可以的 你主持过活动吗 商演 商演 就他们企业有内部活动主持 你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先讲试一下好不好 呃 好 我们来主持一下 由贺东东 向黄金明求婚 可以吗 尝试一下吧 尝试一下 因为这可是很大的亮点嘛 美女向野兽求婚嘛 对吧 你们试一下好不好 来两位有请 全场由女掌控 她向她求婚 你是她的委托人 贺东东请你来的 其实挺意外的 因为之前呢 呃 一些主持都是 有一些准备的 其实这也暴露了说 我在现场的那种 临时的策划和反应的能力 可能 以后我应该加强 我们看过很多的电影 在电影里面 有很多的 求婚的场景 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桥段 那些桥段里面会有 美女主人公 向男主人公求婚的 比如说101次求婚 其实生活当中 爱情这个东西 其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也有人说 哎呀 她怎么会看上她呢 但是其实他们就是 有演员嘛 所以今天 我特别有幸来到这方舞台 然后受到了 一位美女老总的委托 我们的法国梦泉的贺总 她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连我自己都非常震惊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所以说每天在心里面那个电脑都想拥抱那种 所以说 这伤了黄总 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你们是好朋友 也许难免会擦出更多的爱的火花 我不会放弃的 黄总我们回一次好好考虑一下好吗 刘强在整个求婚环节过程中 我有意设计了一些 我说不愿意 但是他就跟着我的整个不愿意就马上把这个求婚环节结束了 他要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他一定是说 遇到问题他会分析问题 要再引导过去 要完成求婚环节 开场的时候其实还是蛮感人的 从电视上隐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埋下了一个祸根 就是说他怎么会选他呢 就好像我选他 就是意外意料之外的事情 说得好 接着呢就是在我整个 其实我整个过程我是非常投入和配合的 拿出了一个爱别人的姿态 然后特别想拥有它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问我们当中的一些交往的细节 或者是说对于伴侣 终身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的一个 就是更深入的一个挖掘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一个完整的策划 就是你要说哪一步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在你开始张嘴的那一瞬间 作为主持人把控整场的话 其实就已经应该有了 其实啊 这个按道理来说 我刚才说的很鲜明 他是你的委托人 你是要帮他的 而为什么我选这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是很好做的 对吧 一个颜值高的美女 追一个大富贫贫的男人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在这一块 你没有重点的去描述和点燃全场 后来他其实给了你一个机会 就是他居然拒绝了 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表达出更多对他的惋惜和抚慰 明白吗 就这两个点你没有把握住 明白 整场中规中矩 是吧 谢谢 好 谢谢你们了 谢谢两位老总 对不起 贺总没有帮您完成 贺总生气了 总那么快就走了 对不起 我不会放弃的 行 谢了庄再来找你 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啊 八千 八千 最低薪酬 不是综合薪酬啊 是 最低薪酬 有低于限制吗 北京最好吧 北京最好 对 除了主持文案和策划 其他的岗位考虑 也考虑 就是其实今天也是特别想听听 各位老板 还有我们的人力专家的给我一些意见吧 好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庞百叶 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线有点混乱 你学的这个波音主持 学的电子商务 然后到后面的地图采集师 说实话 我有点乱 我觉得你要自己好好捋一捋 像刚才你讲的这个策划文案主持这几个 也倒是比较贴近 我觉得既然你喜欢就坚持吧 好 好吗 谢谢老师 第一轮选择取口磊 还有五盏灯 天生我有才 谢谢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评估 牛强的性格测评 放心性 得分不高 就跟他想要做市场营销的 我们等一下来说 他的兴趣点呢 是在做 就是跟这个人打交道这块 就社交这块 得分会高一些 主动性人格这方面也是高 还有呢 这个能力自信方面呢 新工作能力自信方面也是得分高 那么我的建议呢 第一呢 他在市场营销方面呢 其实缺乏经验 第二呢 策划能力 他在这个创新能力方面得分不高 所以策划能力方面呢 有所欠缺 刚才舞台上的这个编剧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今后呢 你要补足这方面的一些专业 来看一个小兵的节目 从网络大数据来看 牛强同学为人随和 处事乐观 给人沉稳成熟的感觉 他平时比较喜欢独处 那点含蓄 不为人知的是 他做事可能小冲动 当然脑洞也很大 想法多多 对他们的分析认可吗 我觉得还是挺准确的 还是挺准确的 对 因为我个人 我刚才说了嘛 就我觉得我的亲和能力 其实还比较好 然后就包括跟人打交道 我也不惧 刘强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你做过这个内容运营 但是又看不出来 有什么专长 文字功底也好 创意思路也好 也没有看出来 有什么特长 那从总体上来看 你可能现在的优势在于 就是与人打交道 确实很有亲和力这一点 但是这一点 想现在这个进入职场 而且要8000的工资 我觉得有点高 所以想问你有没有考虑过 说把这个薪资可以调一调 他的问题是让你降薪 我现在不想打击你 我想这样你分析清楚原因 对吧 别的评伴无故怎么就降薪了呢 对吧 你能通过灭灯 或者你现在大家对你的评判 你能改观这个状况吗 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个调整吧 因为确实我刚才像各位老总说的 就是我在未来职业定向上面 可能没有那么明晰 这确实是我就是来到这之后 然后各位老总给我的一些建议 我也意识到了 我觉得是可以调整一下 我问一下你14年8月份到15年3月份 在北京的一个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在市场部 月薪是9000 在这个公司你的具体的工作 是哪些内容能够拿到9000块钱的月薪 就是除了设计所有的东西 我可能都有一点接触 什么 就是冰露的那个矿泉水 它的那个外包装的那个瓶 有一个就是改版的一个设计 在那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去跟那个甲方那边 去做对接触你们的需求 或者说你们想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沟通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 再回来给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老师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除此之外 可能一些公司的 其他琐碎的一些事情 也会去做 比如说像记账啊 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后勤的工作 也会去行政工作 这段工作经历能拿到9000的月薪 其实在北京来说 已经算是比较专业型的人才了 那很显然 刚才其实所有的老板 只是大家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没有专业技能 可能你唯一的专业技能是播音主持 可是你今天来应聘的工作 大部分的岗位 又不需要你有专业播音主持的 这个一个学历 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职业规划 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 明白 谢谢何总 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吗 薪资要不要调整啊 要不要调整 就知道我们 降1000吧 给人一个人情 就是既然你提出这个 就欠以后 那降就降吧 最后我也不会选你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回答的态度很好 但我还是希望你争取一下 虽然我灭灯了 但我自问我在你这年龄 没有你这种语表能力 既然来都来了 你就挣扎一下呗 干嘛非得降薪呢 可能各位老总对我觉得综合能力还好 专项能力比较弱 那我不如就简单调整一下 进去之后 我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把我一些能力展现出来 我觉得其实这个工资也是可以 牛强 不降 应该会涨上去吧 这小孩学习挺好 英语六级呢 他各方面素质很好 不用降 降或者是不降 自己做决定 刚才说了降那就降吧 我觉得男人说话了就 既然我 旁老师既然我这个话说出来了 我觉得 嗯那就降吧 这样 这样 我是这么觉得 别人说降 我们觉得点赞 你说降就让人不踏实了 说实在话还是觉得你优秀 就没搁对地方 我的意思已经表达两次了 你争取一下 看看怎么能在不这样的基础上展示自己 你光拿个态度出来 我们倒觉得没安全感